我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师 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回到了博士学位 过去几年中 不断有人来咨询我 关于读博的事情 可能是觉得我在美国读的还挺好的 拿着奖学金 做个自己想做的研究 还能顺便做个up主 于是很多人来问我 怎么申请博士呀 有什么诀窍啊 每到这时候呢 我总是送上一个灵魂好问 你确定 你真的适合读博士吗 读博博士少说要三四年 七八上十年也很正常 万一读到一半 发现自己不适合 那就浪费太多时间了 所以一定不要随随便便做选择 也许你也曾有过读博的想法 你很想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读博士 所以呢 我就来帮你做一个自我评估 我呢会问你几个问题 你选择自己的答案就可以了 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呢 是关于智商的 你是否属于智商高于常人的聪明人 请不要谦虚 也不要怕丢面子 如实选择就好了 别人看不到你的选项呢 我猜很多人会觉得读博士嘛 最重要的当然是聪明啦 智商一般的人读过本科 聪明一点的读过硕士 最聪明的就去读博士 可是我想说的是 这种说法大错特错 读博士呢需要很多条件 但智商并不是其中的关键条件 高智商的人呢 当然可能读得好 但如果你的智力一般 只是正常人的水平 你也完完全全可以读博士的 请你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 你是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呢 你是否能够对一件事情 持久的投入经历 如果做一件事情 没有立刻的回报 暂时看不到结果 你是否愿意坚持等待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说了 读博士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可能很多年都看不到头 就算你读出来了当书吃 但你需要继续做研究 发论文的时候 你又会发现 每发一篇论文 都要经过长久的等待 我之前呢 专门做过一期视频 介绍其中的流程 所以读博士真的需要你有耐心 我记得自己刚开始读博的时候呢 有位朋友跟我说过 他说读博士不是短跑 不考验你的爆发力 但他呢像是马拉松 考验的是你的耐力 而且中间很长时间 可能都没有奖赏和反馈 你要能耐得住寂寞 好了 下一个问题是 你有没有抑郁的倾向 读博士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过程 特别是文科博士 你研究的东西呢 可能只有你一个人懂 除了导师之外 你很少能找到人和你探讨 大多数时间里面呢 你就是一个人在那看书 一个人在那名思哭响 一个人在那边论文 这样的工作方式很容易陷入抑郁 理工科的情况稍微好一点 因为是以实验室为单位 起码呢有实验室的同学 可以聊天 但最终呢还是有巨大的压力 在每一个个体身上 哈佛大学两年前的一则研究发现呢 在该校的经济学博士生中 有15%的人有抑郁症状 23%的人有焦虑症状 而美国全国的平均水平呢 是抑郁和焦虑的人都只占总人口的5%而已 科学杂志介绍了另一则研究报告的数字呢 就更加惊人 说有39%的博士生有中度到重度抑郁 有41%的博士生有中度到重度的焦虑 读博确实是一个孤独的焦虑的过程 如果你已经有抑郁的倾向 很容易被触发陷入其中 我在美国认识的博士朋友里面 因为抑郁而休学或者退学的 并不是个别现象 所以呢建议你还是做一些其他 需要和人打交道 更容易获得及时满足感的工作吧 好了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 这部分您想问问你对博士的认识 你是否认为博士是本科和硕士的延续呢 读完小学读初中 读完初中读高中 读完高中读大学本科 读完本科读硕士 读完硕士读博士 这个链条呢看起来很自然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博士并不是本科和硕士的延续 本科呢更多是基础教育和初步的专业教育 硕士是进一步的专业教育 他们其实呢都是面向实际就业的 你读完之后呢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而博士呢则完全不一样 读博士就是为了做学术 它是对人生道路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选择 导向的道路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狭窄 大多数情况下呢也就是做研究当老师 所以我常说呢读博士是一条窄进 窄出的一条非主流道路 中间读博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窄 就像读木桥一样 一不小心呢就掉下去了 如果你以为博士是本科和硕士的延续 那么说明你对博士是什么还不是太了解 那我前面也说了读博士需要很大的投入和很多年的承诺 我觉得你现在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先不要冲动来读博士哦 好恭喜你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 你想读博士 是不是因为不想干别的呀 因为经常有人呢找到我说 嗯我现在不想现在去工作 我就想留在学校里面 或者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工作 所以呢就继续读书吧 那么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就像我前面说的 读博呢需要很长的时间 需要耐力 所以呢也就需要你有很强的驱动力 你不能因为不想干别的所以读博 那样多半是坚持不下去的 你需要因为我想做学术所以读博 那样才可以在面临困难的时候 有足够的动力坚持下去 不过呢虽然你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学术驱动力 但毕竟你已经通过了前面的好几轮的测试 我想呢如果今后你想清楚了 真的想要进入学术研究的世界 那你呢其实可以随时再来读博士 起码在国外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乃至五六十岁读博士的人都不罕见 我最后呢还想强调一点 博士其实并不博 中文里面的博士呢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以为博士都是博古通经 知识面丰富 可以谈天说地聊一切话题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博士呢是要专业一个非常具体的学科里面 一个非常具体的小的领域里面 一个或者几个很小很小的问题 是要做得非常专的 根本就不是博览群术的那种 所以呢我觉得你去叫博士 不叫专士 如果你是想成为一个对什么都能侃侃而谈的这样的人呢 那可能博士不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是想在一个专门的领域 给人类的知识大厦添砖加瓦的话呢 那么就来读博士吧